嗨,大家好,我是MASU金真姑 今天我们继续读一下广东寻宝集 碉楼敖战,开平碉楼 开平碉楼始建于清初世纪防卫居住和中心艺术与一体的塔楼式建筑 防卫什么?1368年至1644年间这里土匪猖獗,治安混乱 加上河流多,经常发生水灾 当地民众只好修建碉楼以求自保 所以碉楼比普通的居民高许多,墙体也更加坚厚 窗户开口很小,还安了铁板 窗门都是为了防御,倒扣特别设计的 可是如果是为了防盗防水,为什么会盖出西式风格的房子呢? 鸦片战身以后,清政府逐渐腿败 开平人迫于生计,开始大批出洋谋生 一些华侨为了家眷安全,财层不受损失 在回乡建新屋时,纷纷建成了各式各样中西合并的碉楼 怎么还未看到爸爸,爸爸到底在哪里呀? 卡卡说他们在瑞士楼,我知道在哪里 瑞士楼高九层是开平第一楼哦 瑞士楼,卡卡,你不是跟我爸爸在一起吗? 怎么没有看到他? 呵呵,面条雪狗狗的声音还真像啊 没什么,这是易容术必备的能力了 搞定了,我们去开平碉楼,干得好,出发了 哈哈,要是早点交出来,大家也不用这么麻烦了 你已经可以拿到U盘了,可以放人了吧,让他们吧 卡卡,阿姨,果果你没事吧?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快把他插到笔记本电脑上 每家,每家,我的好女儿 请原谅爸爸只顾着忙工作,没有时间陪你们 因为我没有让你们一起参与我做过的事 或是带你们去我去过的那些地方 所以想要借由这些经历带你们经历我走过的主机 让你们更了解爸爸,也借此弥补对你们的窥见 可恶,竟敢耍我,不好了 王老板受到刺激快要变成恐龙人了 大家快躲进碉楼,快把门打开 杨绵绵用你的土系法术把楼拆了 不好了,师徒英俊想让他的神兽拆了碉楼 那只羊具有金木水火土五种法术 大家快集合五行神兽应战 加油,把那只羊烤成羊肉串 把它炖成羊肉汤 他们的神兽也很强 杨绵绵根本没机会拆了 以为关上了门就能拦住我吗 平板回旋转 好厉害,他被我的平板击撞了 一点都没感觉 大家快躲进碉楼 救命啊,哈哈 抓到左教授的女儿 我就不信 他不就范,放开他们 咚 米克,你没事吧 不准碰我的女儿 你终于出现了 爸爸,放开他们 只要你把研究笔记给我 我就放开你的女儿 我死也不会给你这个野心分子的 那你就准备替他们收尸吧 啊,不要 美琪,美娇 哈哈 你要有本事也只能救一个 爸爸,救我 美琪 嘎,宝宝接得好 走,我们去收拾那个坏蛋 看,有话好说 我只是开个小玩笑 嘿,暴龙拳 咚 不妙快逃,等等我 廖女,别丢下我 主人,别抛下我 哪里跑 还没分出胜负了 快追上去 他还没付尾款呢 咚 哇,饶命啊 哼 哼哼 爸爸,爸爸,爸爸,快带我走 爸爸,你怎么飞不动了 快起飞啊 爸爸,不要抛下我们 爸爸,别走 你让爸爸走吧 主教授 别放弃 我们一定能把你治好的 哎,没这么简单 你别忘了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我的成绩一直比你好 你觉得不简单的事情 对我来说可不一定啊 好吧 每期每家 爸爸不走了 爸爸,爸爸要永远和你们在一起 我成全你们 小心 啊 放开我 爸爸,爸爸要带他们去哪里啊 应该是顶湖山 我知道那里顶湖山位于照姓氏 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 没错 那里原始森林广貌 有很多珍稀栋植物了 那应该很适合宝宝生存吧 希望那个恐龙人 待在那里能够 爱恨点 永远别回来 金宝教授 我们是不是该去研究解药了 这个吗 你可啊 我们把这只羊抓回来要怎么处理 我喜欢吃羊排 烤羊半骨也不错 别吃我 我以后乖乖听话的 哈哈 看来送给月瓣再合适不过了 我的脸怎么受伤啊 你怎么贱人啊 反正那里的外号叫做千面铃 现在又多了一种造型 以上是因祸得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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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